大家好,我是Amy 母親節快到了 所以一連兩集會和大家做兩款不同的菜式 讓大家可以煮給家人吃 一款是西式,另一款是中式的 今天會和大家做蒜香蝴蝶雞配翠薯角 下一集會和大家做這個超香的蝦頭油炒飯 我知道不是全部人家都有焗爐 所以這次的蒜香蝦蝴蝶雞 用一個不黏的平底鍋就可以做到 做法也是很簡單的,我們馬上開始吧 第一步我們可以先把蒜頭去衣 就是這樣,逐粒剝乾淨就可以了 下一步就可以炸蒜油 在煮食之前就要介紹一下今天會用到的油 就是這個刀蝦的純正花生油 它是用了頂級的花生精製而成 所以花生味很香濃,可以提升菜式的香味 而且這個純正花生油沒有膽固醇 而且還含有天然的胡蘿蔔素 維他命E和其他多分類物質 可以有細胞的新陳代謝 另外大家可以看看,刀蝦的瓶蓋是有機關的 就是這個調油搂搂蓋 這個蓋是他們的專利技術 對比之前用過其他品牌的油瓶,真的會方便很多 只要你扭一扭瓶蓋的外環,就可以輕鬆調教瓶口的大小 你想搂多少油都可以輕鬆做到 我之前試過在我媽家炸東西 它是用其他品牌的油的 但是因為瓶口太小,所以我要保持很久才可以搂足足夠的油 就會有種好像鍛鍊手臂的感覺 有時候心急想搂多些油,就會擠瓶子 一不小心就會令油噴到到處都是 但是有刀蝦這個瓶蓋就輕鬆了 直接扭大瓶口,很快就可以倒足足夠的油 把油加進鍋子裡 我們就可以把蒜頭也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開小火了 用小火煮蒜頭,讓它慢慢變成金黃色 煮的時候就可以周不時攪拌一下 讓蒜頭的每一面都可以均勻受熱 煮了大概3-4分鐘,你就會看到蒜頭表面開始有點氣泡 就代表著蒜頭的水份慢慢蒸發著 煮至大約10分鐘,蒜頭已經變成金黃色 以及變成軟身,就可以關火 隨便浸在油中,浸大約10-15分鐘 除了讓油溫冷卻一點外 浸久一點蒜頭也可以令油更香 15分鐘後,蒜頭因為餘溫變得更金黃 而且聞到超香的蒜頭味 我們就可以夾起蒜頭了 夾起蒜頭就會成為雞的醃料 夾起蒜頭就可以加少許鹽 意大利雜香草 然後壓爛成熔 拌勻所有調味料 如果想更香的話,就可以加少許黑胡椒碎 拌勻 雞的醃料就完成了 下一步我們就可以把解凍了的春雞拿出來 做一個開背的動作,讓雞變成一個蝴蝶形狀 就可以把雞屁股剪掉 把雞的背部骨用廚剪,剪開 其實不用太大力便可以剪斷骨 剪了出來的骨就不用扔掉了 我們可以保持它,加些蔬菜,熬湯也可以 剪完之後就可以輕易打開雞腔 如果你看到雞腔內臟未清乾淨的話 我們就可以清掉它 而且夾近屁股的位置會有一塊很大的雞油 我們也可以剪掉它,吃起來就會健康很多 然後你會看到打開雞腔後 在下半部分有一個三角形的位置會有一些軟骨 我們就可以剪兩刀 然後把軟骨拿出來 剪掉了骨,雞也會快點熟 剪了兩刀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廚剪進去 剪一剪 就是這樣就可以把軟骨拿出來 處理好雞之後,我們就可以用廚紙印乾表面水分 反轉雞腔,裡面也是印乾一點 下一步我們就可以把剛才的蒜頭醃料 塗勻整個雞的身 特別是雞腿的位置,你就要揭開 下面遮住的位置也要塗勻它 塗勻整個面後就可以反轉醃了雞腔 把剩下的蒜蓉醬放進去,塗勻它 就是這樣,塗勻整隻雞之後就可以把它放進冰箱冷藏 醃一至兩小時 在雞腿醃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處理薯仔了 薯仔洗乾淨表面 你可以用刷一刷乾淨的泥 洗乾淨之後,我們就可以放進去 用中火蒸大約15分鐘 蒸到薯仔微微軟 15分鐘之後,我們就可以拿薯仔出來放涼 放了大約10分鐘,沒那麼燙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薯仔切成一個薯角形狀 先把中間切開 再對半切開 然後再割多一半,讓它細快一點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做的薯仔也是這樣做 變了薯角形狀 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下一步,等雞腿醃好之後 就可以拿去煎 我們就可以準備一個不黏的鍋 又或者是鍋 就可以扭一扭金色外環 把瓶口扭小一點 在鍋裡加少許油 倒少許油就夠了 油量的調節就是這麼簡單 完全不會有過量的情況 塗勻少許油 讓油可以鋪滿整個鍋 我們就可以放雞肉去煎 先用小火 皮向下 蓋蓋,煎大約10分鐘左右 記得用最小火 不然很容易就會煎焦雞皮 10分鐘之後,我們就可以打開蓋 把雞肉反轉煎 這個時候你已經看到皮變成金黃色 我們也是一樣 蓋上蓋子 繼續用小火煎多15分鐘 15分鐘之後 基本上雞肉已經熟透了 我們就可以打開蓋 反轉雞肉,煎香皮 就可以用中小火煎多5分鐘 讓皮變香脆一點 5分鐘之後 你看到雞肉已經煎到金黃色 你看到特別焦的位置 其實就是蒜頭會特別容易煎焦的 如果你是不喜歡這麼焦的話 煎的時候就可以把蒜頭撥走 就會沒那麼容易煎焦 雞就不要立刻切 讓它休息大約10至15分鐘 讓肉汁收回 因為如果立刻切開的話 雞肉的肉汁就會很快流出來 肉吃起來就沒那麼濕潤了 在雞休息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煎薯角了 就可以在鍋裡加少許油 扭大少許瓶口 就可以把油加進去 那就加多一點 因為我們要半煎炸薯角 如果想薯角吃下去香一點 就可以加兩匙我們剛剛煮好的蒜油 讓薯角吃下去會更香一點 那就不用開火了 我們先把薯角放進去 平均鋪滿整個鍋底 就可以開中小火煎 每面煎大約3至4分鐘 然後就可以反轉煎另一面 都是一樣用中小火煎大約3至4分鐘 直至到它完全金黃色 就是這個狀態 很金黃很香脆的 我們就可以拿起它了 煎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薯角上面 撒少許鹽和黑胡椒 或者如果你喜歡吃Cajun粉的話 可以加些Cajun粉 吃下去會有少許香辣的感覺 最後就可以在烤雞上面 加少許番茄碎上去做裝飾 如果沒有的話也可以不加 對啦 話這麼快 我們這次的蒜香蝴蝶雞配薯角就完成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 首先第一樣要吃的 當然是這個脆薯角 你可以看到它每條邊都真的很金 咬下去你可以聽到聲音很脆 還有新鮮炸起來真的很好吃 裡面是粉粉的薯蓉狀態 外面有很香口 那我就先吃一下雞腿 因為本身春雞的雞肉很嫩滑 用春雞的好處就是你不用擔心它會過腦 你可以看到撕開裡面還是有肉汁 對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這影片一個Like 還有按訂閱個按鈕之餘 再按旁邊的咯 你才會收到出片的通知 另外我都把DOMO的產品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按下去看 歡迎大家 如果你都做了這個蒜香蝴蝶雞配翠薯菊的話 歡迎傳相給我 又或者踢發我 可以看到你的完成溫度 有什麼影片想要拍的話 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那就祝各位媽媽母親節快樂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